第五个问题说 念佛把自信弥陀念出来 是否明心见心曾念得出来 像上有什么表现 这个没错 自信弥陀就是明心见心 这在进途中叫做理性不论 功夫最高的 跟禅宗的明心见心 跟教下的大开元节同一个经济 功夫念到这个程度 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时报专业图 它不是同居图 也不是方便图 它是时报专业图 那么你要问向上有什么表现 这是我们在讲堂里都常常说的 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这是向上的表现 如果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那你就功夫不到 那这个要知道 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境界 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往后的人恐怕都做不到 那么念佛的书身 就是待业往生 把自信弥陀念出来就不待业了 所以他往生 偏偏高 偏偏高 估认为 这种真情一旦